说什么话 我想问一下 就是中国和 达文村和脚盆基那边的 这个学校的问题 什么问题 学校 什么 你大声说 学校 学校问题 你干啥你要留学 就是脚盆在我们这边的学校 和我们在脚盆那边的学校 待遇是不一样的 什么待遇 对待国际留学生 还是对待本地学生 对本地的 就是脚盆那边对本地的学生 和我们对本地的 我们对日本的 不是 不是 今天我七月份去 去训练圆满 然后他们随便去 然后他们这边的学校 我们是不可以随便去 你们不可以随便去 所以说 他们在我们这边的学校 我们是不可以进去 就是七月份是暑假 什么他们也不开学 那时候 我可以去他们那里 你这稿 我这个稿稍微有点老 这个话题 因为这个事大概在 六七月份的时候 我们聊过这个话题 首先我告诉你啊 这个对于 某些意义上来讲 你不让你进去 你现在说是在国内的吗 对不对 对对对 不让你进去 对于你来讲是个好事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前一阵 某人 在某景点照相 人说哥们你稍微让让 我这照相了 完了这边是 这俩人是怎么的 这俩人是日本人 上了就整这出的 我像这么说 假如这个学校开门 你随便可以进的话 你觉得一天这种事 大概得发生多少 这种事你觉得光荣吗 我问你 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 不是两回事啊 你哥们 现在说的是不让你进去吗 对吧 我就是这种事 如果发生的话光荣吗 我先问问他 我不光荣 不光荣 那如果你要 如果要是说 你现在想上人学校里 你说进就进去 你就觉得这种 我说不好听的 二拨一网红 就是两个努力 二项努力 二拨一网红 就是上场里面去惹事 不是你不是说哥们 那这种事 如果跟你打开这个门 跟你一样会发生的话 就得到考虑范围内 你不是 你不是整个银河系的核心 你不是太阳 不是非得可你转 你听懂了吗 那我有个问题 就是他为什么 就是我们这边 就是宣传那个 什么要民族的 就是民族历史 然后一边又宣传 这个中日友好 这是两回事 你这是属于 你今天走大了 我想问问 我24岁 24岁 你那学 你现在人在美国啊 没有我在 我在家 我刚 我一直在家 你IP美国是咋踢的 忘宅了 大的题子 我出去看一下嘛 之前他们也讲了 挺坦诚 行行行 别说了 我来我告诉你 来我来告诉你 就在就在前两天 我们刚刚 我还了就十块钱 行行行 我来跟你说说 就在前两天 我们经过这个特别的日子 就就这个话题 我也跟你们说一遍 这个事 为什么 一边强调中日友好 一边又强调 勿忘国耻 因为这本身就是两回事 一点都 一点都没有相关性的 首先你要知道 我们不是仇恨这个国家 我们是仇恨这个国家中的某些想法和某些组织 我不说太 我不说太敏感的 明白吧 听懂了吧 是仇恨 我们记住的这个仇恨 是那些那个组织里面 不代表是你说 那个铭记仇恨 我过去 我旅游上日本 我找个老太太 帮交给他鼓鼓头提碎了 这是两回事 而且你听的是前半句 勿忘国耻 后面一句是啥 是也不放大仇恨 这为什么叫耻 历史上 历史上全世界 攻城战地打仗的 数不胜数 不计其数 包括此时此刻 它也在发生 我们不是个输不起的地方 在我们这片 这这么大片地方当中 也发生过无数次的打仗 更新换代是有的 但是没有以这种方式 让人打的 这种方式已经单纯的 不是单纯军事意义 战略意义的时候 把地上屠成 就是我手无寸铁 老百姓 这个东西是 是属于非常 我可以这么跟你讲 就在你这个认知不高的地方 这个东西已经过分到极致了 而股东这些事的人 是他们的 老百姓说明天 有老头的门口遛弯 背手给遛弯 拿俩茶一袋 琢磨琢磨 明天上他们的地方去 给谁囊死 不是这么回事 他们支持这个 这个东西的想法 是有一派人 这一派人是有 是有某些 主义这个贯成的 你明白吧 所以我们勿忘的过耻 为什么到现在对他们态度 很多人 很多层面上不友好 感谢孙老师朋友 就是这些不友好的原因是 因为他这些组织 早就不应该在这个时代存在了 你要说 他们本地人说 哎呀 这些人确实过分 这些人做的确实是过分了 这种主义 我们也是不屑的 现在是和平年代 那其实我们也不是出不起的人 我非得天天揪着你 怎么怎么着 这个组织还存在 这个理念还存在 这个这些人还在 甚至他们为此 把教科书上的相关内容给删掉了 这就有点 说白了 有点就是 你明白吧 过了 所以这是我们勿忘仇恨 然后那一批人已经没了 我没跟你说完 那一批人不会没的 因为我可以告诉你 这背后是买卖 如果他们就信这玩意儿 说白了 我就信这玩意儿 我们民族就这文化 你就实在揪着 其实我说白了 没太大意义 这是买卖 站左站右都是买卖 懂了吧 所以我们不勿忘国耻 是在这 不放大仇恨是什么概念 不要因为这件事 去在这个世界上 哇 还是那句话 我看见个日文老太太 领个小孩 逛马路上学放学 我上去一脚 给小孩蹬个跟头 给老太太鼓鼓头踢快死的 这就叫放大仇恨 这就叫放大仇恨 听懂了吗 我们要的是他们官方的态度 不是老百姓与老百姓之间 我看着你以后 我奋外掩哄 我给你全弄死 我看你马路上站个人 你过来旅游了 你照相 我给你 扒了一下筒子你 这是两回事 听懂吗 这是两回事 所以勿忘国耻 勿忘的是什么 勿忘的是这 那不放大仇恨 不放大的什么 不放大的是这 但是你说这个社会当中 会不会有人站得不好 这个对分的不是特别清楚的 就提起了这些 我牙跟痒 我实话实说 我是个典型非常双标的主播 什么类型 就是属于讲道理的时候 头头是道 我们遵纪手法 咋好题 给老太太骨骨头踢坏死的事 我还真有可能干得出来 所以说我挺双标 我从情的层面 我是能跟大家共情的 这帮人干这事 甚至有一些 那讲话 那现在一张嘴 还是那个言论的 瞧不起我们觉得 我们咋地的 不行 我们要遵纪手法 等到我碰着的时候 我有可能就把他骨骨头踢坏死了 我是个很双标的人 所以说从情的层面 我是能跟很多人共情 说我讨厌他们 提起来压根痒痒 但是从法的角度上来讲 还有从理的角度上来讲 都不占 道理上来讲 他们我们仇恨的是 人家那个主义 和现在还支持那个主义的人 以及他们现在把教科书篡改的行为 但不代表我可以去过去 替人家老太太 只是打爹骂娘整那一出 那一出 我们跟他们就无异了 我们就没有区别了 那你这样讲的话 那就是等他们那一代人死完之后 嘎了 嘎完之后 就是你在追也没什么意义 那一代人早就已经嘎完了 我们现在也没拉倒 早就嘎完了 我们也没拉倒啊 那你要一个态度有什么用啊 那几千万人 不 这个态度是什么态度 是鞭策自己的态度 不是仇恨他们的态度 勿忘国耻的意思是鞭策自己 奋发图强 落后要挨打 时刻保持警惕 勿忘国耻是对自己的态度 不是对他们的态度 不放大仇恨才是对他们的态度 明白吗 不要无事生非 对他们来讲 最好的打脸是什么 就是你跟孙子一样 我上你家门口溜的一圈 连声音都不敢指 我站你家院门口 我刺破尿 你都不敢指声音 这就是打最好的打他们的脸 不是看见他们老弱病残 跟马路上走 你上屁一脚 这种没有啥排院 听懂吗 勿忘国耻是用来鞭策自己的 不放大仇恨是我们对他们的态度 明白吗 就是我要是那样做的话 就跟他们一样了 是啊 如果说咱们看见人的老百姓 马路上走的老百姓 甚至咱别说人家有礼貌没礼貌了 跟你挥手 你上去把给人数个中指 把开的 你咋的显得你有素质 显得你牛逼 显得你现在国家繁荣长盛了 你可以拿捏他了 那就跟他们一样 那蛮一样 就是面上我个人感觉啊 就是面上 我绝对彬彬有礼有素质 且铁子你但凡别让我抓住把柄 我说白了 礼貌归礼貌 你要让我发现个公交车 不给老太上让座 你看我道德绑不绑架 你就完了 但前提是你不得抓住把柄吗 你不能没把柄 说我给这照张相 刮给推壶里 看你就难受 你不得有 他不得有变子让你抓吗 你在我这敏感的地方 穿你们民族的服装 你这可以 你好歹有个缘由吧 对不对 你们走马路上 你帮给人一脚 你有什么缘由啊 你干什么站着 给我去拿刀员囊子 你有什么缘由啊 因为我勿忘国耻 哥们勿忘国耻是变色自己 听懂了吧 好 应该我知道了 我说一遍 就是我这个IP 是我之前就是 国海那时候 他60块钱 先运买的 不是我初音那时候 行 那你要说完了就拉倒 那我再说一句 下面的中日友好 友好是什么 不是政治层面的 哥们 他们的政治层面很复杂 他不是团结一心的 他有靠左靠右的 跟谁友好 跟承认历史的 跟能和平交流的 愿意促进经济发展的 带来工作岗位的 到我这你也遵纪守法的 跟这种友好 不代表跟那个 跟那些 跟那些什么 那个右翼 明白吧 不代表跟他们友好 这是两回事 啊 好好 应该我知道 好了 去吧 现在很多小孩 确实我发现 互联网上也很多人 分不清楚这个概念 感谢摸了摸了定海珍珍 感谢李宾名定海珍珍 就是我发现很多人 也分不清楚概念 就是这种 不忘国耻和放大仇恨 白不清楚概念 但好的 但有一件事 共同的是好的 不得不承认的 就大家还真都 真的没忘 那只是 只是展现出的形式 有些过激 有些消极 稍微平衡一下 稍微平衡一下